华灯初上 满载游客的菊州之星邮轮 缓缓起航 夜幕降临 梅西湖大剧院长沙音乐厅 歌声嘹亮 乐音激扬 深夜已至 波子街渔人码头 依旧美食飘香 人头攒动 而今的长沙 夜游 夜鱼 夜市 夜宿 等夜间文旅生态 日益丰富多元 活跃的夜经济元素 让长沙连续三年 入选中国十大夜经济影响的城市 璀璨夜色 成为越来越多游客 向往这里的理由 同样 这方热土的绿色盎然 骨色厚重 红色炽热 也吸引众多游客 纷治塌来 作为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称 长沙三千年成名不变 城池未改 把王堆汉墓 三国五简 月禄书院 同观瑶等 历史遗迹 星列其间 作为山水周城 这里月禄山连绵起伏 湘江碧波浩渺 橘子州伏壁将心 自然风光 优美独特 作为革命摇篮 这里名人辈出 爱婉婷 新明学会旧址 刘少奇故居 杨开会故居等 275处红色资源点 筑起一座 没有围墙的红色历史博物馆 如果说资源禀赋是先天赋予长沙的金山银山 那么当地对文旅产业的高度重视和科学谋划则是文旅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基础 如今以文速旅以旅章文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 正在这里被生动实践 过去五年 长沙旅游接待人数旅游收入保持8%以上的年均增长率 今年前三季度 长沙共接待旅游人数8560.52万人次 同比增长18.91% 实现旅游收入962亿元 同比增长4.45% 旅游业逆时飘红 成为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 获平东亚文化之都 成为中国首个摘得世界媒体艺术之都贵官的城市 成为海思世界文化遗产联盟城市 长沙正不断在国际文化舞台上擦亮文旅名片 写好文旅融合跨界拓展文化出海篇章 成为越来越多海业外游客向往的诗与远方 成为越来越多海 amor 本集完